中国与澳洲的关系在澳洲要求进行新冠肺炎作源调查 以及中国针对多项澳洲商品寄出报复性关税之后持续恶化 而澳洲政府在19号也就是今天宣布 将正式地就中国对进口澳洲葡萄酒课程反倾销税仪式 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 不过澳洲政府同时也向北京方面表示 仍然愿意直接地和中国当局接触来解决这项争端 中澳两国近来的争端不仅止于中国对澳洲寄出的关税 随着双边关系越去紧张 澳洲当地对于中国势力介入的防备也是逐步提升 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也选择了强硬的发声谴责 中央社报道 近期以西方国家为主的民主国家 针对中共当局在新疆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再教育营 等等反人权政策表示强烈谴责 澳洲无党籍参议员派驱克 去年底在国会提出动议 要求澳洲政府全面禁止 进口涉及剥削中国维吾尔族奴工的产品 今年6月国会议案审查报告完成 派驱克今天指出 有关立法工作取得了朝野支持 人权团体也呼吁尽快地通过立法 ABC报道 负责审查该议案的参议院 外交事务国防及贸易委员会 参照从英国美国和中国所流出的 有关维族人被羁押和强迫劳动的证据 进而在议案二读的基础 额外地提出了14项建议 以因应中国奴工问题 并且进一步修订澳洲多项相关法律和政策 同时让海关掌握禁止进口奴工制品 例如新疆棉等等的项目清单 面对澳洲的行动 中国除了进行官方谴责之外 也祭出贸易制裁 不过相关经济制裁 前段时间已经有外媒报道 虽然澳洲商品在受到中国制裁的短期之内大受影响 不过历经大约一年的时间 几乎都找到了商品的新买家 也让澳洲商品的出口性更加多元化 而澳洲民众对于中国报复的看法 也呈现出了相比经济更重视当地价值观 选离城区报报道 该报与世纪报委托民调公司 在6月8号至12号进行民调 线上访问1600位选民的意见 误差值为2.5% 有69%的受访者认为 澳洲应该要公开的反对中国 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行为 59%的受访者同意应该就对香港和台湾问题 批评北京政府 54%的受访者赞同联邦政府 取消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签署的 一带一路协议的决定 调查还发现 66%的澳洲人支持政府对新冠疫情源头 进行国际独立调查 雪梨科技大学日前也公布了一份民调显示 有76%的澳洲人都不信任中国政府 67%的澳洲人同意中国对澳洲构成安全威胁的说法 63%的澳洲人希望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 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72%的受访者认为 澳洲政府应该要公开的呼吁 对新冠疫情源头进行国际调查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在本月15号 接受法国言论报专访时 在线战狼外交姿态 卢沙也表示 有人批评中国具有攻击性 并且称呼它为战狼 他声称战狼在中国是褒义词 指的是为国而战的勇士 既然有如此多的攻击中国的蜂狗 他很荣幸得到战狼的称号 表示战狼就是要挡在祖国前面为祖国而战的战事 就是要挡住攻击中国的蜂狗的路 他还指称 污蔑中国外交是战狼外交的人士怒夫 卢沙也是中国驻外大使中知名的战狼之一 世界报指出 法国外交部就至少有四次传唤卢沙也 主要是因为他就法国养老院的谎言 以及对法国研究人员的侮辱 卢沙也则认为 自己在中国受到了网民和公众的支持 他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此番的战狼形象 似乎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目前的目标背道而驰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今年5月31号 发表了有关中国对外宣传的谈话时曾经提到 要努力地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外界分析 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日益强硬的外交方式 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诟病的缘故 卢沙也的战狼形象是否会与可爱中国产生矛盾 旅居法国的社会学家张伦表示 战狼外交本质上就是一种表演 如果中国政府改变外交策略 底下官员的做法也会因应调整 张伦认为 卢沙也的战狼外交是一种惯性 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外交风格调子都是这样 所以估计是一种惯性 如果上面的习近平的外交系统真的要调整声音 调整立场 估计卢沙也也会跟着调整 不调整的话就会把它免掉了 今年7月1号是中共百年党庆 但是在这样重要的年份 党庆将近的时间点 却频频地传出中国当地的意外事件 中央社报道 5月22号 甘肃白银的越野马拉松赛 造成了21死8伤的惨剧 5月29号 南京一名男子驾车撞人 并且持刀伤人造成6死8伤 5月26号和6月4号 河南两地分别地发生了煤矿灾难 造成10人死亡 而在6月上旬 浙江 山东和江苏有学潮 6月7号 上海复旦大学一名海归教授 持刀杀死数学系党委书记 12号 贵阳市发生有毒化学品泄露事故 导致把死3伤 除此之外还有广东新冠肺炎疫情 复燃等等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一连串的事故 为七一党庆增添阴霾 以及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 美国之音报道 对于一连串的事故 北京当局严令各地政府 排除安全隐患 并且警告道 要严厉地惩处那些 对发生重大事故的责任人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兼国务院安委会主任刘鹤 在6月17号召开的 全国安全生产会议上下令 要对可能发生此类事故的设施 进行安全检查 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 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官方在会后还发表一份声明指出 近期安全事故接连发生 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要求各级政府要坚决遏制 这种特大事故 深化开展 跨工和矿山 燃气管道 工业园区 维化品运输 道路交通安全 等等领域的安全准置 全面排查 治理各种重大的风险隐患 观察人士说 北京之所以如此高调的报道 和处理这种灾难事故 是因为习近平不希望 在即将到来的 中共建党百年大庆活动 受到这些负面新闻的干扰 按照中共的惯例 凡是遇到重大的节庆 例如党庆 国庆 或者两会期间 全国各级政府的首要工作 就是要维稳 营造一个国泰民安的盛世环境 而现在各地官员无不高度戒备 唯恐在这样重要的时间点 再增加变数 另外近期发生的多起事件 发生的时间点 多是当地领导层换人之时 例如湖北省长五一才换人 河南新书记楼阳胜6月1号才到任 甘肃新省委书记颖红上任 也还未满两个月的时间 南京凶案发生时 距离市委新书记韩立明上任 也不足两个月 相关官员近期的表现 除了会影响到七一党性 整体社会气氛之外 也与他们明年的升迁 是息息相关 法国综合法新社报道 联合国大会周五罕见的通过决议 谴责缅甸政变 呼吁所有成员国防止武器流入该国 同时要求缅甸军方尊重去年11月的大选结果 释放明显领袖昂山素季等等政治份 这是联合国大会罕见的采取的一种立场 但是该部纪约树立的决议 并没有提出对缅甸实施全球武器禁运 本次决议是由列治敦士顿发起 并且得到西方国家支持 在参与决议文本协商的东盟十国中 只有汶莱 柬埔寨 老挝和泰国四国弃权 另外 中国与俄罗斯也在本次的投票中弃权 此次投票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是 缅甸政变后 被军方宣布解职的缅甸驻联合国大使莫吞 继续挑战军政府 投票赞成了该决议案 莫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对联合国经三个月时间才通过该决议 而且没有更明确的规定武器禁运而感到遗憾 不过报道指出 联合国大会很少通过谴责军事政变 或呼吁限制供应武器的决议 欧洲联盟驻联合国大使史库格表示 这是迄今为止对缅甸局势最广泛 最普遍的谴责 决议传递了强而有力的讯息 也就是不承认军政府的合法性 谴责对其本国人民的虐待和暴力 表明其在世界眼中的孤立 中央社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 经过六年的集中探勘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塔里木河南部 一万平方公里的富满地区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 经发现了十亿顿级的超深大油气区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总经理 杨学文说 这是近十年来 塔里木盆地石油炭刊最大的发现 报道指出 富满油田主力产层深埋八千公尺左右 是全球迄今为止所发现埋藏最深 规模最大的碳酸延延挥发性油藏 据表示 截至十七号 塔里木油田已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及其边缘开采油气突破了两亿吨 相当于中国去年原油总产量 大沙漠区油气开发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几个小资格关系